Yo 我是William 相信很多Youtuber對上字幕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為了大家想看我的影片看得舒服一點 所以我堅持大部份影片都會上字幕 我之前分享過Youtuber Go的課程 認識很多Youtuber 裡面很多人都對上字幕是非常困擾的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是怎樣上字幕的 好 我現在回到我的房間 嘩 不行的 不行到啦 回來了 上字幕最重要當然是有字幕 字幕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我不是打字 也不是寫字 就是這樣 Yo 我是William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快的上字幕方法 搞定 我把所有字幕一句句的 就用這個方法進入我的電話 然後把它Copy&Paste 把它全選 然後複製 下去 沒錯 就是一個WhatsApp 我之前就開了WhatsApp Group 我加了一個妹妹 然後就改一個名字 那個是我的Youtube記事group 然後踢了我的妹妹 那group就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發字幕給我自己 就只有我自己收到 這樣就不會打擾到別人了 是不是 然後我就貼照 然後送給自己 然後我就打開電腦版的WhatsApp 收回裡面的全部字幕 然後是Copy&Paste 然後進去看看 OK 進到電腦了 平時我就用這個QuickTime Player 就是按這個新增錄影 然後有下格就會彈一個窗 然後按了它就可以錄影了 剛剛我的WhatsApp 不是收到這些字幕的 然後我把電腦按兩下 然後 Copy它 然後呢 我今天想介紹這個叫做Arctime Arctime很棒的 它是這個PC Linux 甚至是Map機 都是一樣 非常簡單 然後我把剛才那條影片回來了 把剛才那條影片直接在這裡拉下來 然後在這邊我就 貼上我剛才的字幕 這裡很簡單 下面有一個A字 我按一下 然後在這個Define Box 我就有關這樣的 大家研究到什麼方法 更好 就自己字扁 這樣用就可以了 按兩下之後 進來這個窗 通常我就用60-80 似乎你想喜歡什麼大小的字幕 就在這裡教就可以了 教完之後記得按Enter 之後呢 下面呢 就有個 Tick這個 上面其實有個樣板給你看 你按這個就有個邊框 沒有 沒有Click它就沒有邊框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呢 我平時習慣要按這裡 按兩下 OK 進來這裡 就可以教你那個邊框的顏色 這裡有這些紅色、藍色、綠色的字扁 按完之後記得按 OK 好的 接著這裡 Pyre應用了它 這就可以Key字幕了 然後呢 你可以按下去就看到剛才的字幕了 按這個就繼續教剛才的字幕了 然後記得按這個格子 按按這個格子之後呢 然後下面就Play了 OK 我先放大它 這裡很簡單 我平時按住spacebar 左手邊的手指 按住 拖、放手 OK 如果發現那些位置不適合 可以自己隨意拖拉 可以按一下 對上字幕 非常痛苦的事 非常簡單 左手就按住spacebar 右手就按住mouse 左鍵 然後按住拖拉 按住拖拉 用這個方法 很快就立刻上好全部字幕了 這個方法很簡單的 你真的這樣拖拖拉拉 如果你中間沒有字幕的話 只是後面 你立刻按去後面 立刻很快就可以上了 你條片多長 基本上你短過這條片的時間 你已經可以上了所有字幕了 平時是怎樣上字幕的 好 我現在回到我的房間 不行 走到了 OK 很快拖拖拉拉 就很快就上完字幕了 記得記得有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按這裡 右上邊有個剔號 按了它之後 這個box裡面的setting 才會 應用到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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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我們用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 這裡有一個文件 我用中文版 這裡很重要 大家要調整適量的畫質 越大畫質就越漂亮 越小就越差 我通常就用15 按上下 然後按Enter 按開始轉碼 整條影片就很快可以回出 然後我做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選出字幕文件 這裡 同時間我可以做 這裡我導出 這個字幕就會平時變成一個字幕檔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字幕檔匯上youtube 然後做其他的翻譯功能 很多功能就可以做到國際字幕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做完之後 我可以立即使用了 整條影片就立即有字幕 OK 按左上角退出 我可以在這裡問我 是否要關掉這個功程 我通常都會關掉 有什麼不妥當呢 我可以直接開那個圖案 就可以改回裡面的字幕 再回出一個 就是這麼簡單 我平時就是這樣上字幕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大家覺得有一個快 比我這個上字幕的方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不斷改進 OK 今集的影片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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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祥